黑色的然後把它打開就動喔 是什麼樣的玩具讓小朋友愛不釋手 原來這是從竹山鎮嚴蘋果小跳蕉市場裡尋找到的寶物 我們就來聽聽家長怎麼說 才十元喔 而且這個開關打開還會動喔 對 物超所值 小朋友一看就很喜歡 然後還有一個粉紅色的布偶 全新的布偶 也是小朋友自己挑的 對 用一些愛心然後幫助圖書室的 對 可以買更多的書 跳蕉市場裡的二手物品 可說是琳瑯滿目 應有盡有 此次會有那麼多優良的商品 其實是由於嚴蘋果小圖書室裡 有著一群熱血的圖書志工們及老師 自發性辦理的 嚴蘋果小的圖書義工隊呢 在我們陳茵茵隊長 還有學校胡詠欣老師的一個帶領之下 那長久以來對學校非常的投入 那每年我們都會在校慶的之前 開始跟學商 老師 還有我們的圖書志工 自己募捐了很多的二手物品 然後其實都是新的一些用品 然後進行跳蕉市場 來募集我們的一個圖書經費 從蒐集物資 整理商品 一直到涉探意賣 跳蕉市場募取的經費 可說是得來不易 藉此校方也希望 讓孩子在讀取新書時 能夠懂得感恩惜福 跳蕉市場除了說可以提供經費 來購買新的圖書之外呢 更可以讓小朋友 從一個感恩惜福的角度 然後去更加的去珍惜一個 閱讀習慣的一個養成 那他們很可愛 他們常常都是今年 把這些二手物品買回家 然後放了兩年之後 沒有用他又拿出來 又再捐給學校 然後又去買別人的 然後這個東西 對他們來講 其實一個 就是大家一件很熱心參與的一個互動 雖然是義工性質 但圖書志工們 在籌備跳蕉市場的前後 卻一點也不馬虎 希望以一己之力 創造眾多小朋友們的福祉 那收入呢 就捐給我們圖書 那當成我們的購書基金 那買的書呢 就存放在我們圖書室 供全校的師生建業 收集的二手用品呢 擴集到我們學校的老師 學生 志工還有家長 那甚至他們成立了一個FV的社群 然後募集了很多的愛心用品來義賣 透過平常不用的二手物 可以為小朋友們購入多元新書 議長和聖風勢相當肯定 也盼現在其他學校也能共同響應 一起充實偏向的圖書資源 民意學員雄心以竹山採訪報導 不用操 謝謝你喔 謝謝 謝謝